大家好,我是A仔 巨蟹杯刚刚过去了,不知道大家成绩如何 我今次的赛果不太理想 所以想趁这个机会总结一下巨蟹杯 作为赛后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巨蟹杯是赛马良在7月份的PVP比赛 赛马良的PVP目前有两个 第一个是竞技场,另一个是星座杯 星座杯在日本正确的叫法应该叫做Champions Meeting 但由于它是用星座分类的关系,为了方便就叫它为星座杯 星座杯本身每个月是举行的 有指定的赛场,还有天气条件 与竞技场完全随机不一样 相信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星座杯都应该会发现 明显与竞技场有很大分别 如果直接用竞技场的马去跑星座杯 未必一定能得到好成绩 个人认为在每次星座杯都可以总结到一些经验 又或者可以学到一些新的游戏知识 这些游戏知识在平时的浴城或竞技场上 基本上都未必会留意到或发现到 举个例子就是第一届星座杯的金牛杯 这个Debuff Nature即是Debuff专用的优秀素质 在这个金牛杯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厉害 我相信很多人都体验过了 拿着一堆红技的优秀素质 然后在最后弯道的时候 再来一个 阿波利拉米阿登到你失速 不过因为在竞技场上 本身的设计是以这个的拿分数为主 红技这个Debuff技拿分数是不足其他技能高的 所以这些Debuff技在竞技场基本就没人用了 由于在星座杯上 大家拼的是要赢不是分数的关系 所以Debuff技在星座杯上是挺实用的 到了双子杯 首先当然就是它的长距离 这个京都3200米 最少需要1000的耐力 再加上这个两个金技 才可以确保 你不会去到最后直线才来跑断气然后失速 第二个就是追马 特别是带这个直线一气的追马 包括了自带上位版 SemaruKage 即是碧影的成田带震 又或者是学了直线一气的黄金船 特别是黄金船 可以说是非常离谱的 只要你看到黄金船 在最后弯道上斜的时候 冲了出去外档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黄金船 像火箭一样 由第九通到前排 过完之后 还冲到第1 然后直接冲线 谁都追不到 很多人又说笑 双子杯其实根本就是黄金船杯 好了说到这个巨蟹杯 在这个巨蟹杯上我们又学到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技能的重要性 当然在之前的金楼杯或者双子杯 其实技能都很重要 不过巨蟹杯就更加重要 会造成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巨蟹杯的赛道设计 还有角色固有技能发动条件关系所致 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听过 不过都给我花点时间在这里稍微讲解一下 巨蟹杯跑的就是这个东京1600米 即是安庭纪念来的 这个东京1600米是根据这个真实东京的赛马场设计 有如这个画面所示 右边有一幅赛场的垂直平面袍 就是取自日本中央竞马会JRA那边来的 可以看到当马跑到中盘之后 转了个弯 入到最终直线的同时 要上一条大斜路 上斜路理所当然是很难加速 一般马都是要上完斜路才能正常加速 然后上到最高速去冲线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上斜的期间 已经可以直接加速的话 在上到平路的时候 可以更早达到最高的速度 正因为这样的关系 例如7Sky的星云天空 Elu Kondorubasa 即是这个神鹰的固有技 或是草上飞的Lori Tai Zouzhu 叉追马用的蠔脚 都会变得非常之努力 例如你只要看到星云冲在上前 只要他一开固有技钓鱼 已经可以转抛对手几个马位 然后直接冲线了 正因为有这种格差的存在 可以说如果你不用星云天空 又或者不用神鹰 又或者是连叉追马 连蠔脚也不用的话 其实是很大几率的 再说多一点 因为无论你是用星云也好 还是用神鹰也好 他们两个开固有技的条件 都挺严格的 这个星云一定要在弯道前跑到第1名 神鹰也是一样 它是要在弯道前跑到第2 又或者是第1名 如果不是 就固有马马发动 直接玩完了 为了要满足发动这些固有技的条件 变成了有很多技能都变得非常重要 甚至是出现了技能 比角色本身数值更加重要的地步 例如 哲家泰咩 即是地固 一个可以给马良一开幕 直接冲出去抢第1的技能 这个技能 可以说是在巨蟹杯上 对图马来说 是几乎必须的技能 另外还有一些转弯的技能 例如 Mindu Corner Rige Corner Sanko Corner 这些不同的角质的弯道技能 还有这些加速技 例如雪波阿加里 美妙姿势的金技 Speed Star 又或者是白虫无敌的金技 阿加的吉他 等等 这些可以持续给马良在道中的时候一直冲前的技能 都非常重要 今年有没有学到这些技能 远比你速力 到底有没有1200加1200是重要得多的 即使你育成的数值比较低 但是有这些关键的技能 都是一样能够以压性的姿态 相反如果你是没有这些技能 即使你是用星魂或者神鹰也好 面对有同样技能的对手 都很大几率是惨输的 连败的情况 可以说是比上两次的星座杯更加严重的 不过 即使你学了这些技能也好 这个技能除了6技之外 都不是100%发动的 智力高一点可以增加一些机率 但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因为这样 比赛输赢 怎么也一定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存在 好了 那我个人巨蟹杯的结果到底是怎样呢 很可惜 是惨输 拿第三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星魂的地固没有发动 然后神鹰也没办法抢到有利的位置 然后最后拿来做包底的伏特加 谁知道豪脚失了钟 在这个抽中下下签的关系 那就惨输了 其实在之前的几页播给大家的影片 其实都是我在预选或A组淘汰赛的时候 用我刚才所说的方式 去赢的例子 我个人在预选和淘汰赛都拿过五年胜 我都有些信心可以说我本身的策略 应该就是没有特别大错 不过受制于这个卡组 运气 和时间的影响 育成出来的马 怎么都一定有一些瑕疵 我都很承认我一马其实智力不够 因为智力不够发动不了技能 这件事都应该是致命伤 不过比赛本身就有输有赢 而更加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我这次的决赛组别里 拿到第一 即是打赢我的神鹰 其实他的数值 只有这样 这只是我的神鹰 而他的神鹰是配搭这些卡组的育成 看着这些卡组 很明显这个玩家应该只是无货 又或者最多是微货的水平 可得应该比我更少 这个神鹰和我的神鹰最大的分别 就是他又拿到地固 我没有 因为我在没办法兼顾速力字的情况之下 再塞了一张卡去拼地固 我把这个地固留给星云天空 然后他在决赛不发当 我也是没什么办法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挺经典的例子 说明下刻上要赢是绝对可能的 特别是今次的巨蟹杯 对这个比赛场地和技能的理解 是比你火的钱更加重要 这一样东西是不仅是A组 是B组又或者B级限制赛 亦都是一样的 总括来说 我个人认为 其实都没必要把这个胜负看得太重要 都刚才说过 比赛一定有输有赢 最重要是自己理解这个比赛 要致胜的决章 尽自己能力去育成这枚 然后尽人事听天命 而本身星座杯其实都是志在参与的 因为这个比赛 也是游戏要拿这个免费石的最大途径之一 在A级拿第1 虽然可以拿多一些 但也只是这样 其实你上到A级决赛 你拿第3又或者是B组又或者是B级限制赛 只要是全程参与的话 都可以拿到大量的免费石 我相信 即使是微课又或者是无课的玩家 都可以在这一场比赛 取得到的乐趣 以上就是我对今次巨蟹杯的感想 当然 刚才说过的巨蟹杯的攻略 不止那么少 但是 杯赛都跑完了 现在才说 肯定太迟 我们现在要做的当然就继续向前看 为这个8月的狮子杯做这个准备 现在赛程虽然未出 不过 在这个时候 育成一些因子码 也是一个准备的好方法 到了最后 如果大家有其他关于巨蟹杯的感想 又或者觉得我说错了 又或者有任何建议的话 都欢迎在下方的讨论区留言 如果觉得有用的 欢迎点赞 和订阅这个频道 又或者看看我其他马梁相关的影片 我是A仔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H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